好,來,各位同學,我們開始上課啦 我們今天上第七課 是這個,我們要教一個新的回歸 叫邏輯思回歸 那,呃,你們 我先來講一下我們今天的教學目標啦 我們之前的課程 都只有,怎麼了 幹嘛跟我揮手 不需要,不需要這樣子啦,好不好 我們之前的課程啊 都只有這個 呃,都只有教大家 就是,預測出來的這個 這個, outcome 是 連續變相 就是一個負無限大到無限大之間的值 那我們說 我們今天要開始教大家 這個,呃,如何去預測 這個 它是有或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outcome 就,主要說有病跟沒有病這樣的一個 outcome 那,我們之前已經 呃,就是有提到說 我們要進行這個 就是 人工智慧模型的建立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三個步驟 就是提出預測函數 提出損失函數 然後,使用提出現場法做優化 好,所以 現在我們的 原來我們的 原來的這個 原來的我們的Data是 這個 β0加 β1 x 等於 等於 這是我們本來的線性回歸 對不對 現在 我們的 y 本來是 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的值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y要改成1 好,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啊 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線性回歸律測試 大家來 聽一下我的問題啊 好 欸,為什麼 為什麼他 不給我 又發生什麼事了 好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啊 如果 今天 我們的 我們 我們的 y 就是0跟1 我們先確定 我們的y就是0跟1 喔 如果我們直接用 這樣的一個方程式 y等於β0加β1 x 這樣去預測一個 值域只有0跟1的 要嘛就0 要嘛就1的y 這樣子預測 直接預測 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覺得 數學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會 會不能解嗎 來 有沒有人要舉手的 我再問清楚我的問題啊 我們本來有介紹這個線性回歸了嘛 雖然說現在這個看不太出來啦 但是 我們就用這個來看 就是 我們現在的y y 誒 他這次發生什麼事啊 好我們現在的y是這個 呃 y等於 β0加β1x 然後我們的 x 假設就是年齡 好了 然後y就是0跟1 有病沒有病 那我們直接用本來的線性回歸 去做這樣的預測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這樣子可以解嗎 數學上可以解嗎 可以 你要回答了是不是 好 那我們先舉手好不好 你旁邊的人先幫你舉手啦 就兩個人是不是 好可以可以 好 那 你說可以那我要問 那 呃 那 你覺得他有什麼問題 那 你覺得他有什麼問題 好 超速數字會怎麼樣 你覺得不行 你 你 你 前面有人幫你回答了 你 你不講話 他答對了 你就可以得分 啊 你現在決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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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反對面 是不是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覺得可不可以啊 你覺得不行是不是 反正你要堅持 你可以做自己啊 你可以堅持啊 對不對 你跟隨他嗎 所以他加 他加0.5分 你就加0.5分 好 你說不行 他說可以 可是 可是問題是 答案是可以耶 那你 你們等一下自己報 你們等一下自己報 好 答案是可以嘛 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來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來你繼續講那個 為什麼 你說 他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預測出來 有可能不是0 也有可能不是1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樣有什麼問題嗎 好 我覺得 我們就 呃 反正你們就加1分啦 好不好 雖然我覺得你們講的 就是你們剛剛講出我的那種 標準的數學表數是非常困難的 好 我來講一下 右邊 x的值域是負線大到正五線大對不對 這個 這個x的值域 我們之前就一直講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實數的 任何一個數都可以放進去 這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右手邊的 beta0跟beta1 我們有沒有限定他 數字應該 要是多少 沒有 所以是整個實數域他都可以對不對 就是beta0跟beta1 他應該是負線大到正五線大的數都可以 那x也是正五線大到負線大都可以 所以這個組合起來是不是一個正五線大到負線大的一個數值 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y的值域 y的值域就是負線大到正五線大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好可是問題是現在我們在做的任務裡面 我們的y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 如果今天 我把 我把x帶進我們的預測方根式之後 我們預測出來一個負 那負到底是 負到底是0還是1啊 你們應該會覺得 那我們負的話 我們就預測它是0就好啦 這也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好像 可是 這感覺啊 這個 呃 這個感覺就好像我在前幾節課問你們說 欸這個 這個 呃 總共你抽八十個 抽八十個樣本啊 有四十九個有病啊 然後你算出來0.62啊對不對 那問你說是0.7還是0.5啊 你就說是0.7因為靠近 沒有辦法說服人 沒有錯 就是說服不了人嘛對不對 所以 我們勢必要把我們的四指的左手邊 做些改變 好 你現在已經看出它改成什麼樣子了 它改成 log 這個 除以1-P 來我們先問大家一下P 這個P啊 我們先直接 定義這個P是什麼意思 這個P的意思是 樣本為正的預測機率 因為我們要嘛就是有 要嘛就是沒有 有病或是沒有病 有病就是1的意思 所以 這個P的意思就是 一樣 這個P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抽到紅球的機率 那1-P就是抽到籃球的機率 那 那個盒子裡面只有籃球或紅球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 好 那這個P是0到1之間喔 所以 P除以1-P 它的值域是 多少到多少之間 有沒有人要回答 有沒有人要舉手回答 P是0到1 來來來 好你講 來 後面的你講 你先舉手了再決定 多少 那你不能加分了 來 左邊的你講一下 對 P除以1-P的值域是多少 P除以1-P的值域是 來 你講 我 我再講一次 我再重新講一次 你們 我要講一次 P的值域是0到1之間 因為它是機率 對不對 這是被我定義的 那P除以1-P的值域是 多少到多少之間 0到無限 好來來 用分加1分 剩下沒有辦法 蛤 可是你們剛剛講錯啦 我沒講 好 那你現在 那你回答我 LOGP除以1-P的值域是多少 好 請講 大於人的時數 對 那你 旁邊的你可以同意嗎 對 不同意 不同意那是多少 對 稍微 來動點腦袋吧 好不好 0到 0 剛剛 有人講的沒有錯啊 這邊是0到無限大 0到無限大 數字取個LOG 你們現在告訴我說是 你們現在告訴我說是 0到無限大 喜歡LOG的值域是多少 大於1 你不要亂喊了嘛 正負現在大 來來來 好啦就你加1分 可以嗎 不是你們不要再 不要再講話啦 你不要再講話 你暴露出你的數學只有5級分了 你知道嗎 你不小心暴露出這一點了 你知道嗎 你的同學現在 你的同學現在講話講不出來了 你 好不好 你好好想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回答問題前好好想一下 這個問題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你如果承認你的數學是5級分的話 那我們加個 你15級 那15級分 15級分 你剛剛跟我講說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欸 大於0的數字取了LOG以後 會變大於1 這樣我們可能很難接受啊 這個 這個 你再找 你再找機會加分啊 你這樣沒有辦法 好不好 好所以 左邊 我們把P做完一些轉換之後 他就是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對不對 所以 等式的左邊跟等式的右邊 他們是不是 職域就match了 好 所以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喔 你們可能會覺得 提出預測函數 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你們實際上看了一下 你們就會發現 這件事情一點都不困難 完全就是靠想像 對不對 今天 我想要把 來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只是要把 等式的右手邊 跟等式的左手邊 把他的職域也變成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 我顯然是有嘛 對不對 來現在給大家一個 加兩分的機會 現在提出一個式子 跟這個長得不一樣 但是可以把一個0到1之內的數字 改成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有沒有人要講 加兩分 你不要再暴露 你的數學幾分 現在大概剩三分了啦 隨便阿 隨便 你P就是0到1之間 那你隨便寫一個方程式 然後你讓那個 你讓那個 P跟那個 你寫出來的方程式 之間 存在一個關係式嘛 那個算出來的結果 是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隨便喊一個數字 A平方 沒有 P開始 來 有沒有人要喊一個方程式的 來來來 請講 P的零次方 P的零次方 請問一下是多少 1 然後咧 加K 加K 哪來的K 不行你一定要只能用P 你剛剛把P 你剛剛P的零次方 相當於把P去掉啦 P 老師不好意思講自己數學幾級分啦 但 再怎麼樣也不能少於15嘛 對不對 這個 你這樣子隨便糊弄我 大概 我應該有一次有足夠能力 看出你在胡爛啦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你們要不要 有沒有 隨便在想一下 總是有一些方程 來請講 P分之一 0到1 分之一 那大概是 0到 正無限大 好像沒有負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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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們現在想不出來 你們一時間想不出來 那我可以拿這一下嗎 蛤 我提示一下嗎 你們隨便 這個真的有無限多種方法 你們可以 用0到1 然後湊出 你們可以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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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只要跟這個不一樣就好了 對 來請講 來你講 球極限 球極限 比進五限大 可能沒有辦法 來來來 你可能是二十幾分啊 我可能沒有辦法聽懂你在講什麼 我這個 這個 我剛剛好好認真想了一下 我覺得好像 好像不能這樣搞 對不對 來來你講 這個加負號 這個加負號 你說 好 好 你這個 你這個有點取巧 但是 不能說你錯啊 就加兩分好了 真的不能說你錯 對 但是 你這個取巧了點 你又想到啦 他加負一 然後你加其他 那你後面要講 你再講點創意 哇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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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 這個總算 講聽出一些 總算聽出一些 有點價值的東西啦 對不對 你LOG可以換一些其他函數嘛 對不對 你只要 只要是讓他可以 讓他的值率從 就是 可以換到 負線大到正五線大 對不對 天君我覺得可以啦 然後 你應該是值得加兩分的啦 好不好 可以吧 但是其他的 你大概 你超前面 你只能加一分 一分一分 不行 你 我現在 你就加一分 你可以加兩分啦 好不好 你算說取巧了點 好 因為 因為他取巧比較創新啊 對不對 他做了一個創新的取巧 啊你剛剛有講話嘛 你就加個一分好了啦 好不好 雖然說我 雖然說你二十幾分 我沒有辦法 我十五幾分 沒有辦法去 議會二十幾分 可以講什麼話 這個 好 那 所以 我跟大家講 我給大家 去思考這件事情 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預測方程式啊 沒有一定要取LOG喔 什麼 什麼式子都可以喔 只是我們現在 如果你 叫他邏輯師回歸 那式子已經被定義成這樣 那你也可以發明一個 隨便一個 我隨便喊一個 例如說 林青回歸啊 對不對 也可以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新的方程式 所以都可以喔 我再強調的是都可以 這樣可以 因為我現在要教邏輯師回歸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教一個經典的 我們再來 呃 因為預測方程式 你隨便亂喊 那你後面還要喊 只是喊出啊 對不對 所以 呃 我先這樣喊 好 來下一個 你如果把這個式子寫出來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P跟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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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的關係式把它寫出來 它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式子換到這個式子有沒有任何問題 轉 轉的有點快 轉的有點快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把 你把 我們不要看這裡 我們只看這個部分 你仔細看喔 你要怎麼把Log消掉 兩邊X is exponential 兩邊E的LP次方 然後這邊就變成P屬於1-P 對不對 可以嗎 你把 2邊一起乘以1-P 這裡就變成 這個 這邊就變成 1的LP次方 減掉 P乘以1的LP次方 這樣可以嗎 這沒有問題吧 好 接著你可以把 這個 跟這個 P有關的把它移過來 P有關的把它移過來 好啦 這邊我就懶得解了啦 我都解到這樣了 你後面你自己拿一張紙筆 等一下練習的時候 我會解在黑板上 好不好 最後你就只要知道 P跟 Beta0還有BetaE的關係式 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個事情很重要 因為你的已知數是什麼 你的已知數是X跟Y對不對 你的已知數是X跟Y 現在你還看不出Y 可是 你要寫成這個樣子 你才容易去 描述X跟Y的關係 好 接下來 我們來把 我們首先先把這個 資料給讀進來 然後我們先 做一個預測 因為我想要先 用內建的函數把結果求出來 我先用內建的函數把結果求出來 我先用內建的函數把結果求出來 好 這個是我用Edge去預測LVD 然後GLM Family.binomial 就是用國際色違規的意思 那 我們的Model得到的係數是-0.3 然後0.01 好 我們要怎麼來解釋這些數字 來 我們的 方程式寫的這個樣子 因為我剛剛已經定義預測式了對不對 所以 方程式寫的這個樣子沒有問題 就是 你求出來的Beta0跟Beta1 分別是這兩個數字 這樣沒有問題 好 你如果把它寫成標準形態 它會長這個樣子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因為我前面已經講 它一直 這裡是負的 負的Beta0 減掉Beta1 這樣也可以出來 這樣沒有問題 好 所以 它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好 這樣應該也沒有問題 好 所以如果一個人 他的年齡是60歲 就可以把4代進去 那你得到一個P 是0.44 那如果一個人是80歲 那就把80代進去 他的P是0.45 一個人是100歲 你把它 代進去 他的 P是0.46 好 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 0.001 這個回歸係數 這就是回歸係數 對不對 他顯然在描述 年齡跟 發病機率的關係 對不對 他顯然在描述這些事情 可是啊 他跟 發病機率的關係 你是不是很難 因為他是透過這個關係 是去 連結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很難去 說 這個年齡每上升一歲 這個 這個 呃 只要升高就上升 0.0016 你沒有辦法這樣說嗎 因為他的關係是有點複雜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 給他這個回歸係數的解釋 這個解釋 暗含的這個獅子 就是你以後 在科學文件上面 看到這個解釋 你要知道的是 這個 這個解釋 暗含的這個獅子 他正確解釋是 年齡每提升一歲 因為他的勝算比是1.001627倍 這樣可以嗎? 因為他這裡有一個Exponential 勝算比就是一個邏輯思惠規的 描述他邪律的一個特殊的說法 因為他的關係是不容易去解釋 他藏在這個關係室裡面 這樣可以嗎? 勝算比就是一個 勝算比他的英文叫Adratio O-D-D-S Ratio就是Ratio P不是等於 勝算比是在描述邪律 這是回歸式裡面的邪律項 只是他跟P的關聯性 不容易去描述清楚 因為他要透過一個奇怪的方程式去轉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有一個特別的描述的喔 好!來! 那我們現在要求先進回歸了 要求這個邏輯思惠規的解合 我要定義損失函數嘛 對不對? 好!我的損失函數我現在就用最簡單的 我們都用過了就是 殘差平方核 來!我先問大家一件事情 大家覺得這裡用殘差平方核 恰不恰當? 為什麼? 對 來!舉手啊! 好!又只有你 來! 你不恰當核為什麼? 為什麼? 好問題 好問題 來!你只能家裡點五 有沒有人覺得 贊同他的意見的 然後 可以講出為什麼? 好!或者我們不要講為什麼 我們講 大家覺得如果我們要定損失函數的時候 應該怎麼定 應該 他應該要被定成怎麼樣 大家猜一下 來!你講 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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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換個數值啊 你可不可以隨便喊一些 喊一些數值出來 我 沒有 你覺得更恰當一點的 你現在當然可以把平方 改成絕對值啊 對不對 對 但是我現在問的 不是任意是囉 我現在問的是 有沒有更 如果你覺得殘差平方核 不是很恰當的話 有沒有更恰當一點 都可以啊! 你要求最大值就可以 不要亂喊 不要亂喊啊 你現在先提出一個方程式嘛 提出一個方程式 你告訴我微分 微分求解啊 有沒有人想得出來的 好!那我給大家一點提示 大家是不是可以從 最大蓋斯估計法 想法去想 最大蓋斯估計法教我們 這是一個 機率就是有抽到 跟沒抽到 那Y就是0或1嘛 對不對 1就代表有抽到 對不對 1就代表有抽到 有抽到代表什麼 有抽到代表是P 對不對 就是你抽中P這個機率啊 可以嗎 現在P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有抽到代表你抽中1 P這個機率 那沒抽到代表什麼 你抽中 1-P這個機率 對不對 那你希望怎麼樣 你希望 你希望你抽中的樣本 總體機率最大化 最大蓋斯估計法好像這麼講 對不對 你希望 總體機率最大化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所以等一下 我們在第二小節的時候 會介紹大家一個 新的損失函數 就是基於最大蓋斯估計法出來的 等一下我再教大家 你們剛剛只要 但凡有人講出最大蓋斯估計法 至少是可以加個分嗎 對不對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今天我們提出損失函數 我要教大家說 你一定要回頭去想 你應該要去思考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東西 它跟 它跟 它在這個世界上 它的關係式 應該長什麼樣子 就 它應該會很像二項分布 我剛剛講了那麼多 你們應該有這種感覺吧 它應該很像二項分布 這就是一個1跟0的東西 它應該很像二項分布 對不對 好 不過 等一下 詩子怎麼寫 我們等一下寫到後面 我們再來看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先求 殘差平方核的 這個 損失函數吧 最終我們要求解 應該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如果我們的 損失函數是用殘差平方核 我們最終需要求解的函數 就長這樣 好那接著我們就求解啦 我們要求解 這個解起來不容易 大家來看一下你需要用到什麼 首先第一個 連鎖率你要用到 第二個 你需要用到微分處理法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處理 這個是在分母對不對 所以 你這邊要用到微分處理法 好接著 你還需要知道指數微分 指數微分的結果 指數微分 1的x4微分之後 剛好就是1的x4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如果你知道1的定義 我可以了解 好那接著 s型函數微分 我們現在 要求 函數的話 我們要來跟大家講 有一個函數叫 s型函數 s型函數就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叫 s型函數 為什麼它叫s型函數呢 因為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1 除以 括號 1 加上 exp -x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方程式長成什麼樣子 好 它的方程式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函數 看起來像s嗎 你非常的誠實啊 這個 確實我也覺得不是很像 可是問題是 它已經是所有函數裡面 看起來比較像s型 反正 大家 就把它叫做 s 就是 s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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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型函數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s型函數 我們要怎麼微分 s型函數長這樣子 1加上1的 -x 1 那我們要怎麼微分呢 首先 你要用連鎖率把它拆解 你可以先對整串為下面的部分 你把這個東西當大A 這樣可以嗎 你對大A為分 在乘上 對大A為裡面的小X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個拆騰下面這個樣子 我再用連鎖率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沒有問題的話 大A分之一為分 大A分之一為分 是不是 如果 你可以直接知道 是這個 就是 你可能很容易的可以算出 就是大A分之一 這個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 這個 可能你 用微分處法會比較容易一點 真的每個人都那麼簡單嗎 我們還是帶一次好了 好不好 這個我們相當於是 大A分之一 把它放下來 這樣沒有問題吧 大A分之一把它放下來 好那這裡是 大A 乘上 1 對1為分 對1為分 就是0 對不對 所以這一串是不是可以丟掉 可以吧 沒有問題 對大A 為大A 那就是1 對不對 那這裡就是1 所以有個-1 所以是-1 除以大A的平方 好這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這樣可以 好 在乘上我要對這裡為分 1是不是可以去掉 你對1為分 沒有1 直接丟掉 乘上 對1的-X四方 為分 這沒有問題吧 好那 對1的-X四方為分 你可以把它想成 對 1的X四方分之1來為分 這樣可以了解 這樣 你這樣想會容易很多 那對1的X四方為分 它就是1的X四方分身 那 你要 因為它是這個 你微分 你一樣用到微分出發 你前面要加個負號 你把負號一下 然後都會留著 好這樣應該 這樣應該就是 這樣解到這裡 你應該會覺得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我們繼續把這兩項相成 兩個負號 贏掉 你最後會得到一個 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式子看起來很複雜 可是實際上 我們可以對它做一個拆解 你要把這個式子看成這個式子很難 但是 我們把這個式子乘回去 等於這個 大概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這個式子 跟這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相乘的話 你應該可以得到 這個 1減掉這個東西 那是不是等於 1加1的-X四方分之1加1的-X四方 減掉1加1的-X四方分之1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1的部分去掉 然後變成1加1的-X四方分之1的-X四方 這一串 可以變成1加1的-X四方分之1的-X四方 這沒有問題吧 這大家應該可以想看得出來 乘上這個部分 1的-X四方跟1相乘就是1的-X四方 然後1的-X四方乘上1加-X四方就是它的平方 好所以這兩個是相等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你可以從下面算上去 下面算上去 這樣就容易 好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就是S型函數的結果 這樣可以理解 這個東西就是 這裡 完全一樣 這個東西也是S型函數的結果 所以就是 S型函數為分等於S型函數乘上1-X四方 所以大家記住這個結果 記住這個結果 後面我們要算的時候 我們要直接用連鎖率 你看到S型函數 你就直接 圍完分之後 就是S型函數乘上1-X四方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連鎖率的話 一定就是 先圍殘差平方核的部分 再去圍P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S型函數 那個殘差平方核的部分 圍起來 我們前面在教這個線性回歸的時候 有圍過他了 就是你把 你把兩項的順序 調換 然後把二移到前面 二移到前面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 我們在前面已經教過 如何去圍 這個殘差平方核 好這個部分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可能要看第四課啦 今天沒有辦法 沒有時間 再把這個部分再帶一次 而且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因為你們已經知道 這個損失函數是錯的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教新的損失函數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重算 好 對S型函數的微分 你可以對P的微分 你可以把它拆成 對S型函數的微分 再乘上 對P求β0的微分 好 S型函數的微分 等於自己乘以1-自己 好 這樣這邊我們就抽出來 這裡LP等於β0加上β1x 所以 得到我們結果就是1 所以 最終我們得到的答案長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也許我今天跳得比較快 你可以再回去想一下 這個過程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就是最終答案 那β1的偏導函數咧 到前面都是一樣的 最後一步把x放下來 最終答案就是長這樣 好這樣沒有問題的 好 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來看練習一了 練習一就是 我已經把β0跟β1的偏導函數都寫出來了 我把偏導函數都寫出來了 他就是長成 y-p乘上p 前面加個負號 所以p-y 跟加負號在前面這個意思一樣 y-p乘上p乘以1-p 再除以n 好這就是答案 然後這裡是 y-p乘上p乘以1-p 再乘上x 再累加起來 這個就是我的偏導函數 那我現在希望去用梯度下降法 來試著求一下 這個的結果 好 這邊可能跳的有點快 因為你們可能忘記上節課我們叫做梯度下降法 我給大家 10分鐘的時間 直接貼後面的結果 你會看到梯度下降法 梯度下降法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偏導函數球出來之後 你要用梯度下降法 你應該不會覺得很難 我們試著 試著做一下好不好 給大家貼一下結果 把檔案讀進來貼一下結果 我們14分的時候繼續上課 好那 我們練習1我們就直接跳過了 但是你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推倒了半天 我們算出來答案跟GLM結果分量 那原因也非常容易理解 因為我們選的損失暗數是錯的 也不能說是錯啦 就是跟邏輯思惠規不是同一套 我們本來 我們在說線性回歸的時候 我們本來也說這個損失暗數 你也可以用絕對值 但是 如果你是統計上傳統意義的那個線性回歸的話 他的損失暗數就是殘大平方合 那邏輯思惠規的損失暗數顯然不是殘大平方合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邏輯思惠規的損失暗數不是殘大平方合 主要原因是 主要原因是這個樣子 來我們來看著 如果我們用最大概是估計法的 就是邏輯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答案 你的市值應該寫成這個樣子 看著這個市值喔 這個市值非常的巧妙 Y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Y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那 Y等於1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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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市值會等於多少 Y等於1的時候 這邊就是1 對不對 這裡是多少 這邊是0對不對 任何東西的0次方 是不是都是1 所以 這個部分是不是就可以被捨去 所以 Y等於1的時候 這個市值是不是就是P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那 Y等於0的時候 這個市值就是1-P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市值非常的巧妙 這個市值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市值就相當於我直接把 如果Y等於1的時候 我要抽P 我要用P這個機率 如果 Y等於0的時候 我要用1-P這個機率 這個市值相當於直接把他連起來了 然後沒有太多的if, then 之類的 好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市值非常的巧妙喔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市值很巧妙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市值是不是就是 我給定任何一個 我給定任何一個 Beta0跟Beta1還有X 我一定可以算出 屬於這個人的P 對不對 Beta0跟Beta1 對於所有人來講 應該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就是我到時候求解求出來的數字 對不對 然後你給我一個X 我就可以算出個P 這個前面我們 在那個 前面我們在算那個60歲 80歲 100歲的時候 就已經試過了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有自己的P 對不對 每個人有自己的P 那每個人要嘛就是抽中1 要嘛就是抽中0 對不對 那你每個人的P 然後透過這個方程式 你可以算出我對於每個人 我到底抽中了他的P 他的P 還抽中了他的1-P 這樣沒有問題吧 然後最後我希望總樣本 也就是所有的P 累成起來 要最大化 上面這個過程 大家有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理解他的精神 可以吧可以理解他的精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理解他的精神以後 要對這個四子球最大化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來講 有一點麻煩 就是因為他有累成 累成 因為我們很清楚是 等一下我們要做為分 對不對 所以說有累成不方便 我之前不是有教過嗎 你遇到累成不方便 你就給他取LOG 你取LOG就會變累加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對 累成這個四子裡面 直接取LOG 你要最大化這個四子 和最大化LOG之後的這個四子 這個意思是完全一樣 好可以吧 完全一樣 所以 你這個四子累成 取完LOG之後 是不是你可以把累成在裡面 放到LOG 這個外面的累加 這個沒有問題吧 你A乘以B取LOG 相當於 把這個LOG A加上LOG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 這邊的數學應該都是頂標的 應該沒有錯吧 標還沒有降 對不對 目前大家都還是數學頂標 對不對 不一定 沒有沒有不一定吧 沒有不一定吧 沒有頂標應該不能報名吧 怎麼了 你沒有頂標 2分 2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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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5級分 那是因為你 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退步 對 至少你在考學測的時候 你是頂標的 好 好 那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而且 LOG還有一個特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 就是 LOG P的Y四方 是不是等於 Y乘以LOGP 這個沒有問題吧 你Y可以移到LOG的前面 這個沒有問題嗎 指數項你可以移到LOG前面當成像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 1-Y你也可以移到LOG的前面當作這個樣子 所以 你的式子 最後變成了這個樣子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式子 最後變成這個式子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我們 新的損失函數 好 可是損失函數 我們做的是T度下降法 不是做T度上升法 所以我們把MAX 我們表彈球最小化 這個式子加負號 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我們的損失函數改成這個樣子 大家覺得沒有問題嗎 好 應該覺得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損失函數 它其實有個專自己的名字喔 叫CROSS ENTROPY 那 這個 以後你在 以後你聽到有人在講說 這個 我們使用CROSS ENTROPY Lost Function 那你就知道 它就在用這一個損失函數 它是有名字的 就好像殘差平方核 是有名字的 這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有名字的損失函數 好 那我就要求 這個損失函數的微分 這個損失函數的微分怎麼求咧 首先你要知道 對數的微分 對數的微分 對Log X 學微分就是x分之1 注意 這個Log是 以 指 自然數為底的 以 ABCD的E為底的 它微分起來才會長這樣 如果你的底數換了咧 那你就要先換底 再微分 所以說現在 上了大學以後 因為常常用微分 所以以前那個Log X 高中的時候都說 如果沒有寫的時候 就是以實為底 對不對 那現在 上了大學以後 就是 呃 為什麼 為什麼高中的時候 會教以實為底 主要是高中 在上到對數的時候 它還沒有教你微分 對不對 那更沒有教你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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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自然數啊 之類有的 這些數字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它根本不可能跟你講說 如果Default就是 以什麼 一個奇怪的數字為底 那時候 都講說 沒有寫就是 以實為底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以後大家都是大學生 大學生 看到大學才看得到的東西 什麼東西是大學才看得到的東西 比如說像 期刊論文 你在期刊論文上面 你只要看到沒有寫底數 那就是以1為底 這樣可以吧 你只要 現在大家習慣不一樣囉 好呢 這個 我們來對 cross entropy 這個函數來做微分 那微分 它是可以加的嘛 所以你可以把 加法的兩邊把它放進去 這個沒有問題吧 本來它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把 微分把它 加上微這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應該覺得沒有問題 然後你可以把 y 跟1-y 往前 往前丟 往前丟 露個p 微分 那就是p分之一嘛 所以這一串 微分就是p分之y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大家應該會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一串微分呢 1-y往前丟 你對 你對 1-p 為分 那基本上就是 1-p分之1 在前面加個負號 所以這邊本來是 加號變成負號 它變成這個樣子 欸 你好像笑得很不快 你覺得 聽不太懂 有點聽不太懂嗎 好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你對log1-p 求微分 你是不是可以把 1-p當作是大A 你對大A 分之1 你對大A求微分 log大A求微分 然後在乘上 對大A求p的微分 可以這樣子改吧 對不對 可以嗎 對log大A求 微分 是不是就是大A分之1 可以接受嗎 大A分之1 乘上 對log大A求p的微分 log大A是什麼 1-p 大A就是1-p 對1-p求p的微分 是不是負負 所以是不是 大A分之1 這個是不是就是 大A分之1 1-p分之1 然後加負號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可以齁 好 那個 大家如果 有不懂的地方 如果你不好意思舉手 你就露出一些 燦爛的微笑 這樣我們就會了解 你這邊聽不懂 好不好 欸 所以你現在聽不懂嗎 你的微笑也蠻燦爛的 你聽得懂嗎 不講話 不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等一下 那個 呃 練習題的時候 我再問你 聽不聽得懂 好所以這兩個 把它合併 這個 這個 這兩個 這個分數 減法 這個我就不特別去展示了 好不好 最後結果是長這樣 大家記住這個結果就好 這是對 Cross Entropy 凡數 為分的結果 這樣可以齁 好 那你現在要求 Beta0的偏導凡數 本來 我們的這個式子 的這一個部分 是損失凡數嘛 對不對 是 Difference 這沒有問題吧 現在我們把它改成 這裡改成Cross Entropy 這裡改成Cross Entropy 這裡改成Cross Entropy 那我要微分的時候 是不是先對Cross Entropy 求微分 再乘上對P求Beta0的微分 對Cross Entropy 求微分 這個部分 剛剛前面是不是解過了 就是 P乘以1-P分支P-Y 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這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對P求Beta0的微分 其實剛剛也解過了 P這個部分 首先是有一個S型函數 我們要先留下 S型函數的部分 再乘上對S型函數裡面 那個LP 求Beta0的微分 S型函數的微分 就是P乘以1-P 對不對 這兩個可以約分 約掉 這個部分 Beta0 求Beta0的微分 就是1 所以對Beta0求 新的這一串函數的微分 就是 P-Y 的平均 Sigma在1N分之1就頂居 這樣沒有問題 好 Beta1的微分 這個部分 X留下來 最後它長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 如果你把損失函數 換成Cross Entropy以後 你的Beta0跟Beta1的偏導函數 就會變成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有什麼好處 我們仔細看前面 如果仔細看練習1的答案的話 你會看到練習衣的損失函數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他首先有一個很平坦的面 然後接著再往下 然後這邊才是幾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有一個平坦面 這個平坦面出現在哪裡 這個平坦面出現在 β0跟β1的這個微分的這個部分 來 我問大家一下P是不是 有時候是0 他是0到1之間嘛對不對 所以他很接近0的時候 這個部分他的 整個邪率會不會就變成0了 他很接近0或很接近1的時候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會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部分 當你的P很接近0或很接近1的時候 這個部分就會是0嘛對不對 這個部分就會0 所以 這個那偏倒函數的意思就是邪率嘛對不對 所以當 當P很接近0的時候或很接近1的時候 這個 邪率就會是0 邪率是0 換成 圖像來看就是一個平坦代 平坦代就是邪率是0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P什麼時候會變成0 P什麼時候會是0 P是這樣算出來的嘛 P是這樣算出來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LP很大很大 或者你的LP很小很小的時候 你們在笑什麼啊 你們聽到LP 覺得我在暗示什麼是不是 我直接告訴你LP的簡稱啦 LP叫Linear Predictor 這樣可以嗎 這個 我認為LP是Linear Predictor 可以嗎 這個 你在跟外國人講LP的時候 大概十八九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所以 因為人家外國人寫LP的簡稱就是Linear Predictor的簡稱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這個beta0或beta1很大很大 或者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這P要嘛就是0要嘛就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看到這個平坦代 他是不是就在beta0跟beta1 離那個 集值很遠的地方 他就幾乎是平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 透過這個損失函數 暗示的是 這個函數有平坦代 把損失函數換成 Cross Entropy以後 你會發現這個 斜率他的平坦代居然消失了 所以 這整套式子 這 邏輯思惠規配上 Cross Entropy的損失函數 這整套不但是 符合最大概是估計法的邏輯 他同時也是方便求解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現在試一下給大家再給大家 10分鐘的時間 我們把損失函數換掉了 這個損失函數 跟前面的損失函數 你仔細看只插在這裡喔 只插在這裡 你看 損失函數求下來 有這個部分對不對 你再來看這裡 其實就是把那個部分給去掉 對不對 可以嗎 這樣可以 好所以說 我跟大家講 你 現在換一個損失函數 來求解 來貼一下答案 我覺得應該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 好那我們把 就是時間再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著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不要直接貼練習二的答案 你先貼練習的答案 亂過一次 這個剛剛大家應該有試過 如果大家有花時間去做的話 然後你把損失函數 把損失函數換掉 就是你故意 你就直接把這兩個部分給 你就直接 直接delete掉這兩個部分 然後你再跑一次 你應該就可以得到 這個結果 負1.99跟0.36 負1.99跟0.36 就是 你直接做 GLM 得到的 結果 這樣可以嗎 通時 你可以直接刪 因為我剛求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兩個差別就在那裡 不是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你微分之後的結果 導函數 不能隨便亂刪 那是因為我換了一個損失函數 那個損失函數 球出來的結果 剛好跟前面幾乎一樣 只差在 他可以把那個部分刪掉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練習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今天要教的最後一個部分 今天就是 今天數學的部分 已經沒有 已經結束了 太好了 我聽到太好了 這個 今天已經沒有數學的部分了 今天我們要再講個 小概念 就是 這個 上節課有人問過我這個事情 我這節課來跟大家講一下 一件 在做人工智慧模型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事情我們一定要知道 就是 我們通常 如果要做資料科學實驗 什麼叫資料科學實驗呢 就是 我先去建立一個模型 然後我想要看看這個模型 他在 在世界 就是 假如說 他 這個 就是 他的這個效能有多高 準確度有多好 這就是一個 資料科學實驗的 完整過程 好那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用想像 就是想像成 你建立這個模型 其實就是 培養一個學生 那你怎麼去培養他呢 你就用 考古題去培養他 你之前收集的sample 就是考古題 你告訴他 這個爸爸生出來的這個兒子 這個爸爸身高這樣子 生出來兒子身高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考古題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你用考古題去考他 你覺得 你想要 測試他的程度 你覺得你可以 再給他寫這個考古題嗎 大概 十四八九是不行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覺得考試這樣考 能考出實例嗎 能嗎 可以考出實例 不能考出實例 我個人認為是不能啦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所以說 考試原則上都不能用考古題 對不對 那 這個 如果我們想要評估程度啦 想要讓你們 容易通過的話 當然就是要用考古題 但是 想要評估實例 這個 一定是不能用考古題 所以你必須把你的樣本 分成 至少兩個部分 你一個部分 我們通常叫做Training Set 另外一部分 我們可能叫Testing Set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 用Training Set 來建立模型 再用 Testing Set 來評估 模型的表現 這樣可以吧 好 不過有一個事情 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有三個部分 對不對 那因為 還有一件事情 有時候你在Training Set 裡面 你有時候你還需要 進行 指導模型訓練 奇怪模型 為什麼要指導模型訓練 好 我們現在 今天教邏輯式回規 前天 前幾次教線型回規 你們 在做線性回規的時候 他就是舉證直接求出來就結束了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他要解析解 對不對 邏輯式回規 你有沒有發現我沒有求他的解析解 我直接跟大家講 他沒有解析解 他沒有解析解 所以你只能求靜勢解 沒有求解 我們剛剛是用靜勢解 T2下用法是求靜勢解的過程 我們剛剛是求靜勢解 T2下用法是不是有一個超參數 叫學習率 我上節課有教嘛對不對 學習率不一樣 學習率不一樣是不是答案可能會不太一樣 或起始值不一樣 答案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當然 今天以邏輯式回規 邏輯式回規的那個 整個函數圖形 他長的就是 他只有一個凸點 他沒有局部機質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你從哪裡開始優化 優化的夠久 他最後都會到同樣的更久 所以 邏輯式回規比較不需要 驗證組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你之後遇到比較複雜的 比較複雜的機器學習模型 或人工智慧模型 我們還沒教到 你可能就需要一個 驗證組 去嘗試一下這個 如果我學習綠色0.05 得出來的Performance是多少 學習綠色0.1 得出來Performance是多少 那我最終 決定 出來的那一個 模型 我才能把他用在 Testing Testing Set 上面 做一次的測試 我們不能在 我們不能夠 訓練出20個學生 然後這20個學生都去考真的題目 然後把那20個學生裡面最高的那個分數 當作是你的教學成效 不能這樣子 這樣 不能這樣子 我們必須 我們可以 在 去考真正的試之前 先在自己的 考古題裡面分成兩個部分 在 訓練的時候就用 Training Set 的考古題 那我們用 Redation Set 來測試一下 這20個學生我要派哪一個 出去當代表去比賽 那最後才把那個學生 把那個模型 放到Testing Set 上去比一次 這樣就可以得到結果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想想看在Testing Set 上得到 Performance 不管他是準確度90%還是85% 你希望的是 這個90%或85% 就是未來你在真實世界應用的Performance 你希望這件事情 所以在真實世界中 你是不是就只有一次機會 你不可能 在真實世界的中 你沒有看到答案 你還可以 決定這20個學生都預測 然後預測出來得到最好的結果 我再告訴你 所以我預測這個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 Testing Set 必須 嚴格按照 真實世界的邏輯 去思考 這樣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 需要分三個組 這樣可以吧 好那這三個組別 在 文獻或是期刊上面 它有不同的名字 有時候是這樣一組的 Training Set, Veridying Set, Testing Set 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 Training Set 會叫 Development Set 有時候 Veridying Set 會叫 Tuning Set 有時候 Testing Set 會叫 Holdout Set 或者 Veridying Set 你有沒有注意到很討厭 這兩個名字一樣 完全一樣喔 就是 這是因為我們現在的 就是 就是 我們在分這三個組別的時候的 那個名字 就是 目前 國際上還沒有真的非常統一 沒有統一說 到底 哪一個Set 知道什麼名字 你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所以說有時候你在看說他說 我現在在 Veridying Set 上表現怎麼樣 有時候你要區分一下他的 Veridying Set 上是只用一次的 那一種 還是是拿來指導模型訓練的模型 Set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 後面這個意思你必須要理解喔 然後你要去看 有時候你要去看 文獻的時候你要去看 他實際上是 什麼的 Veridying Set 他真的只用一次的嗎 還是他用很多次 好那 那我要怎麼把我的手上假設5000個樣本 我要怎麼把它分成 訓練組 驗證組 跟測試組 比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隨機分配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收案時間做區格 為什麼呢 舉例來說 你從 2000年 不斷的收集樣本 收到 2023年 然後你希望在2024年的時候去用他嘛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就會用 2020年跟 2021年當 Trainings Set 2022年當 Veridying Set 2023年當做Testing Set 因為這相當於模擬 你在 2021 2020收案到2022 然後在2023的時候去做 Test的結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裡 我們 Summarize 一下我剛剛講了一大堆話 我剛剛講一大堆話就是 今天你要做資料科學實驗 什麼叫資料科學實驗 就是 先去Train一個模型 然後最後在 一個樣本裡面 去 看看他的準確度多少 這就是一個 資料科學實驗 那 我們的 整個我們要做資料科學實驗 我們需要把樣本分成三個部分 Trainings Set Veridying Set 跟Testing Set 然後最後得到 我們的 最後我們才能 這整套 邏輯就是資料科學實驗 好那 決定樣本歸屬以後 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總共有五件事情要做 這五件事情 有一些我還沒有教到 舉例來說 第一個 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先把你的 你需要 你總是知道你要用什麼東西去預測什麼 對不對 我們要 你要拿來 就是 當作預測變數我們叫X 剩下叫Y 這是因為方程式的左邊跟右邊所決定的 那那些X你可以先經過一些組合 我覺得來說你手上只有身高體重 但是 你可以先把身高體重 經過 計算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 BMI 你先把它轉換成 BMI之後 再把它 拿來做預測 如果你本來只有身高體重 你的方程式是不是寫 Y等於 Beta0加上 Beta1 X1 加上Beta2 X2 但如果你多了 BMI你是不是可以加上Beta3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的方程式可以寫的不一樣 增加變數這件事情 叫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 英文叫 Future Engineering 接下來第2步是你特徵工程 特徵工程 你可以透過預先 存在的知識 假如說 把身高體重算BMI 你也可以 很無腦的就是取個Log 對不對 取個平方 取個三次方 你也可以隨便這樣搞 那 你就要先進行變數選擇 特徵工程是把原來變數假設20個 把它增加了一個過程 變數選擇是根據Data 我希望我的變數變少 那這樣子我就用重要的變數來預測就好 這樣聽懂 好了 接下來 做樣本修正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樣本 怎麼會有一個人 這個 我要用爸爸的身高預測兒子的身高 怎麼有一個兒子的身高是500公分 這一定是Key錯了 我要把他刪掉 這是 這是最容易想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你會發現 等一下 我要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 6歲兒子的身高 預測6歲兒子的身高 結果你發現怎麼有一個6歲的 小朋友 身高只有 身高居然 長到180公分 這個絕對發生什麼事情 180公分 以成人來講他不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身高 他應該可以被留著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考慮到他只有6歲 那他就非常的極端了 所以 我們可能會需要對樣本做一些篩選 然後接著 我們需要進行模型訓練模型訓練就是去 求解 就是求解 那最後做性能評估性能評估我還沒教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教的這幾大過程 我們 這節課 這個學習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課程內容 都focus在模型訓練 因為這部分數學最多 前面三個部分也會 很顯著的增加你模型的performance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在做期末的作業的時候 你要提出一個準確的馬頭 請你試著用前面三件事情 盡可能去增加變數 然後 你就組合然後增加變數 然後接著做變數選擇 然後也要 排除一些 會干擾你的模型的樣本 這一頁非常重要 這一頁是所有資料科學實驗的核心邏輯 你想要提升你的performance 你一定就是 從這五個步驟裡面來弄 性能評估是不可能去改的 你性能評估 你去改性能評估這樣就沒有意思啦 你 準確度 你換一個準確度指標 對不對 你本來打分數的時候是這個 是這個 總共有10題 每題10分 你把打分數的方式改成 Baseline 50分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達多一題加5分 那這樣分數當然會提高啊 但是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通常是不能改的 你想要提升模型的performance 用前面三種來進行 進行指導 好那我們來完成一次我們整個 模擬一次整個資料科學實驗的過程 來 大家可能這裡就要跟著我提一次囉 首先 你要先 你要先把這個檔案讀進來 你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我們要用 Gender,Edge,Rate,Pr,qrsd 這些變數 去預測LVD 你需要用這個 你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語法 我們來看一下 Use的Data 好他現在已經變得很乾淨了 他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要用右邊的這邊全部去預測他 接著 我們可以用 MICE這個 這個前幾節課我們有教嗎 多重插補法 我們要進行 資料插補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進行資料插補 插補完了以後 插補完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 把它 隨機的分成 Training Data Rageing Data Testing Data 好然後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可以把Gender Edge Rate 每一個變數都拿來做 邏輯思惠規 然後我們做完邏輯思惠規之後 我們這邊可以得到一個PV 我問一下你們有上統計對吧 你們有交到PV了嗎 有 那 老師怎麼講PV了 我們不要講定義啦 我們至少老師是不是有講 通常就跟0.05B PV PV 你們真的有交到PV嗎 不用透露自己沒有上課沒有回應 沒有上課就閉嘴就可以了 你們有交到PV這個玩意了嗎 有嗎 我看你們的表情大概10-8-9就沒有 你們可能遇到很多P 你們不知道PV是什麼 好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啦 這個PV現在我也不是統計老師 我也不可能去跟你們 現在花個半小時再跟你們講PV的定義 PV的定義是什麼 然後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這個有點複雜好不好 我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 這個數字啊越小 這個數字越小 就代表 這個 X跟Y的關係 越有可能有關係 就他有沒有關係跟有關係 的區分 那數字越小代表 越有可能有關係 那至於為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其實背後牽涉著 一串 甚至 是哲學邏輯 哲學邏輯 是 包括這個 我可能會問你們 我就講一下那個哲學的部分 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了 就 這個交個 兩分鐘統計 我問一下大家 國防醫學院裡面有沒有蛇 有蛇 你有看過嗎 有 你真的有看過 那有沒有烏鴉 欸 你怎麼敢保證沒有烏鴉 你沒看過就是沒有烏鴉嗎 你沒看過就是沒有烏鴉 沒有烏鴉 來不是 我跟大家講 沒有 沒有烏鴉這件事不好證明 你們想想看 我現在就 質疑你們一句就好了 沒有烏鴉 你怎麼證明 你發現你沒有辦法證明 對不對 因為你 就算你做地毯式的搜索 我都可以問你說 你是不是搜索也不夠認真 對不對 來我現在說 你這個 你這個 請示沒有掃乾淨 請示沒有掃乾淨 你們的實習幹部說你請示沒有掃乾淨的時候 他講話不用負責任啊 你怎麼證明你請示有掃乾淨 沒有掃乾淨 不是你就你會叫他來檢查嘛 對不對 你說不然你來檢查嘛對不對 你來檢查這件事情相當於一般 舉證責任 舉證 請示有沒有乾淨的責任 轉交給他了對不對 然後他如果檢查了半天 他怎麼摸他戴著白手套怎麼摸 都摸不出灰塵 他是不是就會覺得很乾淨 可是他證明了 他真的證明了你的請示 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打掃得非常乾淨的 他沒有辦法證明這件事情對不對 是不是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要證明你們請示是髒的是不是很容易 他找到一塊地方摸下去發現這個請示是髒的是不是非常確定的一件事情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證明國防學院裡面有烏鴉這件事情非常簡單 有烏鴉這件事情很好證明 你抓出一隻 所有烏鴉就有烏鴉對不對 你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們要說沒有烏鴉這件事情沒辦法證明 所以 我可以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像 你們要證明你們在法 你們去上了法院你們要證明你們沒有罪 一樣你們就沒辦法證明 可是要證你們有罪是可以的 所以在統計上還是一樣 你要證明沒有相關是不可能 但是要證明有相關是可以的 所以舉證的責任永遠都要在 所有的那一方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舉證的責任這件事情很重要 今天 一樣就是我們講寢室的那個例子 實際幹部 說你要證明你的寢室很乾淨 你還真的很難 沒有辦法證明 你如果不叫他來看 反正你沒有辦法證明 你怎麼樣拍照 他就說你拍照沒有拍清楚 你沒有拍到細節 對不對 你每一寸都拍完了 他就跟你說 這個你還是拍得不夠細節 對不對 你可能還有地方是髒的 如果舉證的責任在 說沒有的那一方 那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好 所以這個pValue你們只要知道 數字越小 就代表 這個越有可能有相關 這樣可以嗎 這個pValue就是一個舉證的過程 至於怎麼算這個我們就跳過 好 我們把所有的計算結果都放在這裡 我們 數字越小就代表越有相關 越有相關代表我們要留下來 這樣可以吧 最後我們就會發現 只有 Gender,Rate,QRSD,QDC跟 那個T軸 這個是有相關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拿來 放在 Training Set 裡面建立model 最後我們是在Training Set 裡面建立model 然後我們在 Validation Set 跟Testing Set 上面 分別進行預測 預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 畫一個 ROC曲線 這個ROC曲線 我們 可以找到 敏感度跟特異度最大的地方 你們有教過敏感度跟特異度是什麼了嗎 你們有聽過敏感度跟特異度嗎 沒有是不是 好那我現在又要稍微教一下 敏感度就是 所有有病的人 所有有病的人 被你認為 Positive 被你認為陽性的比例 你把它想成你找了一群 有COVID-19的病人 PCR Validator 說他有COVID-19的病人 然後 你用快篩篩出 陽性的比例有多高 這個就是那一個快篩 試劑的 敏感度 這樣可以嗎 好那 特異度就是 你用 PCR 確定了 這一群病人 沒有COVID-19 然後你用快篩去做測試 然後你發現 結果是陰性的 比例有多高 這就是特異度 敏感度 Sensitivity 跟特異度 Specificity 這兩個是專有名詞的 你們 你們以後 你們在這棟建築物裡面 這棟是醫學院 你們在這棟建築物裡面 Default會認為每個人都知道敏感度跟特異度分別是什麼 好那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預測出來這個數字這個機率 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嘛對不對 我要怎麼區分0到1之間的數字 陽性是什麼 陰性是什麼 我要找個切點對不對 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我要找切點 預測出來的結果是 0到1之間的數字啊 預測出來的結果哦這個是負 負無限大到正無限大 就是我還沒有去對他做Segmoid的轉換 他是0到1 他的P就是0到1之間的數字嘛這個沒有問題 那 陽性跟陰性就是 陽性就是大於 你預測出來的機率大於某個數字 陰性就是小於某個數字 對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呃我們最近這個community那個PCR不是有那個 那個那個cycle數字是什麼 那個好像有個值 CT對不對CT值對不對 那個CT值 如果小於某個數字他是不是說這個就是有 大於某個數字是不是他就說沒有 那個這個概念非常像 那那個CT值是越小 代表病毒量越多 這個這個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CT什麼意思嗎 就是就是 CT你們知道他是做PCR到底 複製幾次的時候觀察到 所以數字越小代表是 病毒越多 那這個機率是越大越好 所以說是 超過某個數字就代表陽性 所以怎麼了 我還沒有講到ROC曲線 你說ROC中華民國 這個ROC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中華民國意思啦 好不好 這個 你是對中華民國很有信仰是不是 很有信仰是不是 那你會唱先總統講公經驗歌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首歌嗎 我建議你可以練習一下 以後 以後你會很有機會唱到這首歌的 好 這個 敏感度跟特異度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定義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 我們剛剛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們計算出來的機率 我們並不知道 到底 大於0.2 是陽性 還是大於0.4 是陽性 還是大於 0.6是陽性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要怎麼決定呢 大家想一下要怎麼決定 來我們 開放舉手回答問題好了 好只有你舉手那你說一下 這個不太不能加分啦好不好 你把結果唸出來而已啊 講一下講一下 我們用思考的 我們不要看答案 用思考 我們如何 你現在手上有一些樣本 你現在手上有一些樣本 然後 有一些人有病 有一些人沒有病 來其實你這樣 我講了一種 很難 你什麼都講統計好了對不對 你在思考 你思考到了 可以用統計學 這樣子 好 大概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我們剛 講敏感度 敏感度這數字 越大越好 因為他是 有病的人裡面 被快篩陽性的比例有多少 對不對 敏感度是不是越大越好 特異度是不是也是越大越好 都是越大越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找一個切點 我們找到一個 切點 如果把他當 如果大於這個數字的人是陽性 的話 小於這個數字就陰性的話 他的敏感度跟特異度加起來 是最大的 這樣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 我跟大家講 你把敏感度跟不同切點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你畫在 圖上面 這個就是這個每一個點 這個每一個點就是一個敏感度跟特異度的組合 以這個點來講 以這個點來講他的 敏感度就是 0 大概 95% 左右 他的特異度就是 15%左右 這樣可以嗎 這邊的每一個點都是一個敏感度跟特異度的組合 因為 你可以用不同的切點去 計算 陽性跟陰性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組敏感度跟特異度 那 我們 最靠近左上角的那個 切點 就是 因為左上角就是敏感度加特異度等於1 這樣可以嗎 都是1 敏感度跟特異度加起來都是等於1 這一定是最大的 他們兩個最大數字加起來就是 各百分之百就是 這樣可以嗎 所以數字越大就越靠近左上角 所以 最靠近左上角的點 是在這個點 那你要怎麼決定呢 你在做 你在真實世界測試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去 你可不可以看到答案然後說 等一下 在三軍總院 我們CT值要用 29當做切點 在台大醫院我們要用31當切點 你可以這樣搞 不能對不對 因為你看不到答案 所以你一定是在一個 Validation 你一定在Validation Set上面 去決定 切點了以後然後直接Apply到TestingData上面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不能 不能作弊 不能在TestingData上作弊 所以 敏感度跟特異度 敏感度跟特異度最大的點 我們是在 Validation Set上 ValidationData上面找的 這樣可以 找到了這個點以後 我們最後就可以在TestingData裡面 去得到我們的答案 好他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分別是 最終的敏感度跟特異度分別 74% 跟60% AUC是 0.722 蛤 這樣是不是很爛 蠻爛的 老實講蠻爛的 這個 就是 我們用 這些指標去預測LVD 最後預測出來只有0.7 0.722 這個AUC蠻爛的 好然後我跟大家講 這個 用 其他數據預測LVD 這就是 你們期末的 作業 只是你們期末不是用這份Data 你們期末會拿到一份幾萬筆數據的Data 現在你們只有5000筆 因為這樣我們練習的時候很快 你們期末會拿到一份這樣的Data 然後你們的分數 就是你們算出來的AUC 呃你們不用自圖 我會給你們一個網站 你們直接把你們的答案上傳上去 他就會告訴你們得到多少分 我會給你們一個網站 但是我寫了一個網站 你們可以直接 上傳上去 然後 得到幾分就是幾分 你們的學長界 你們的學長界 大概得到了AUC 你可以改答案啊 但是AUC沒有辦法改 你重新提交一份答案 他就會重新幫你評分一次 取分數 取分數最高的 對 你如果做了100個模型 100模型 得到最高分的那個 我們就把那個當作你的答案 你的你的得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的得分 其實就是AUC這個數字 再加上 你平常回答問題的得分喔 這樣可以吧 加超過100 我也只能給你100 好不好 好那 來 我們今天 這個 這個 我們今天提早10分鐘下課啦 因為大家練習題不太想做嘛 那沒有關係 這個 我們來進行一下課程小節啦 就是我們今天教了 我們今天重新複習了 預測凡數 數字凡數跟記錄像樣法 然後 我們主要是教邏輯思惠規 然後 資料科學的實驗流程這個部分沒有數學 可是他很重要 因為你們以後 你們要注意如果有人 不按照這個流程 去設計他的實驗 舉例來說他沒有Testing data 他直接 Training data 建立模型 然後直接Radation data 選了很多個模型之後直接告訴你 他performance 他訓練他做了20個model 其中有個model performance 達到了 90分 所以我最終的分數就是90分 你要學會質疑他喔 這樣可以嗎 你要怎麼質疑他 你怎麼可以 你在真實世界的時候 會有20次給你選嗎 沒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拿最後那個model 在一個獨立的樣本裡面去比較 這樣才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們要了解為什麼整個資料科學的 實驗 是設計成這個流程 如果有人不符合這個流程的時候 你要去試著質疑他 試著用道理說服他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今天又教了ROC曲線 在 在這個 二元分類任務裡面 他是 主要的 他是主要的評估準確度的方法 我們知道大部分的 除了我下節課跟下下節課 我會教大家 兩個 就是一個是多分類任務 然後一個是 這個 就是 存活分析任務 他不是用ROC曲線以外 之後 在那之後所有的課程 全部都會是 二元分類任務 因為你們期末座椅也是二元分類任務 二元分類任務也是最普遍常見的任務 我們都會用這個指標來進行 預測進行分數的評估 這樣可以 好 那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 10月 就是10月26號 10月26號停課一次 10月26號停課一次 就是 雖然說不是期中考 但是我們就 那天反而我們當作是期中考 評課一次 大家不用來 這樣可以 那那個 10月19號要上課 就第八課 所以 11月 11月2號才會上第九課 就大家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我們下課就下課就下課了